谢先生家住在杭州前藤区夏沙街道 他说孩子现在八个月大 平时会给孩子买皇家美素佳儿奶粉盒 我老婆是在那个小红树上 看到了说这家店的老板人不错 奶粉也是真的 而且价格也便宜 然后是说选择这家奶粉店的 当时我也是说我们自己过来看过的 这家米西运英童生活馆 位于杭州西湖区靖州路 跟谢先生家是一个在杭州城西 一个在城东距离不少 他们在实体店看过之后 后面妻子经常和店老板通过微信 购买奶粉邮寄到家里 第一次买奶粉应该是10月份开始买的 然后一直到现在可能买了有好几次了 质量的话都是正品的 就是官方正常价格会稍微便宜一点 然后大概也就300块钱一罐吧 大概是1月4号的时候 然后我们是像他这边是买了7罐的奶粉 老板娘就是一直在这时候推托 不给我们发货 每次他催他他都说我今天发 我今天发 谢先生提供了妻子和老板的微信对话 1月4号妻子说要买7罐奶粉 并通过微信给对方转了2000多块钱 1月14号妻子询问是否发货 老板娘表示这几天事情真的很多 谢先生说中间老板娘寄过一罐奶粉 不过剩余6罐一直没有寄过来 妻子要求退款 对方表示明天退 不过这笔钱还没有转过来 现在这家店大门紧闭里面没有人 现场有位女士过来反映 她住在附近 在这家店已经买了大半年奶粉了 前段时间刚充值了3000多 就充完了之后我就一再地催她 就是我要拿一箱奶粉 但始终的就是今天明天 一而再再而三的就是放鸽子了 什么时候关门的你知道吗 应该是星期二我想想就是上个星期二 这位顾客说其他没有拿到奶粉的宝妈们 组建了一个微信群 群里已经有200多人 记者在相关平台查询到 杭州西湖区米西运英同生活馆的经营者 是一位前老板 成立日期为2021年9月份 现场谢先生拨打了老板娘的电话 我这边最近的店里面是出了一点状况 然后呢 这边我们奶粉都是陆续发的 也请她放心 你看可以吗 您方便说一下比如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最近店里面是因为有点 有出了一点小状况 所以说宝妈现在就是退款的比较多 所以说有点一时间有点处理不过来 我们没有观念从这个出事 就是也就是这次也就是这周的事 今天我们这边会是陆续发货的 我们也没有说说说跑路或者怎么样 因为年嫌的话尽量是把它全部发完 老板娘表示店里遇到的情况正在积极解决 具体原因不便透露 她表示这家母婴店已经开了好几年 去年9月份朋友把店转给了她 才更改了注册信息 她希望宝妈宝爸们 再给她一点时间 谢先生表示她已经把目前的情况 反映给了鼠地市场监管部门 1818黄金也就报道